哈喽大家好,我是熊啊 这家自助餐原来是128 是找了228 找100块就会不会购购 回去看一下 贵就贵吧,反正不要我购手 啥意思 这家店叫嗨宴,在金华中心4楼 这海鲜有点惊艳到我了 这个三文鱼的云南看一下,哇 哇,太漂亮了,我去 这可能是我见过最肥的时候 比你都肥的 比你都肥啊 这生吃的是吧,对,吃生的是吧 对,来吃,哇我的天 今天要大饱口服了,这海鲜 老兄,你这个三文鱼拿的真的是 哎,你们 三文鱼必须得先来摟摟一下 不要抢,不要抢 拿着吃来,这边太多了 太多放在里 这个歇活的大虾蹦的 我去,我去 你淋一点 柠檬 这个云南真的好肥啊 我去 看这个三文鱼有没有食欲 我去 嗯 这个好丰富哦 这个 又嫩又甜 好热 哇,太脏了 这边还有炖汤 它未涵的话可以喝一点 这个是金线莲汤 先把这个消灭掉 对对,先把这个来了吧 哇 真的带劲我去 爽嘛兄弟,真的肥 这家住餐,其实我们前两年有来吃过 当时品质没有这么高 现在品质真的很高 三文鱼 贵是有贵的道理哦 来了 我太爽了 哦 嗯 你们看这个纹理 哦 多都不说好吃就完了 嗯 三文鱼就让我先吃爽的了 嗯 嗯 但现在的三文鱼很贵 嗯,这一盘我们可能吃回来一半饭了 已经 他尝尝这个 史前巨蚝 哇,真的肥呀 这个,我感觉蚝肉都已经 要比那个蚝殼都要大了 他满足了 太满足了 哇 再来一次,你们看看这个肉 嗯 煮熟了应该更好吃吧 试着煮熟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特色菜 就是这个芝士菊生蚝 哇,这个蚝肉看到没有 也是超大 嗯 奶油我也很足 这好很肥 嗯 你们看这个肉有多大 嗯 哎呀,该说不该说 上年纪了 哈哈哈哈 甲鱼 哈哈 还放蚝鱼是吧 你怎么知道 哈哈 我去 脚子 你要不要来一点 我去啊 你还没上年纪啊 哈哈 蚝鱼 哎呀,蜘蛛餐厅里面有蚝鱼也很少见 这个叫土龙嘛 是吧 我去你这 你这一锅真的 黑鸡肉 你这一锅要回到二十岁啊 真的 哎,蜘蛛也薄 哈哈,对 这么大的蜘蛛肉 到底也给他整两个家具 哇,去 还是年轻人玩的 哇,真的 就这一锅外面估计得卖一百多块钱 哈哈哈 确实 新鲜的甲鱼是吧 都是新鲜的 对 土龙也是新鲜的 生蜘蛛也是新鲜的 鸡粮子也是新鲜的 鸡粮子是吧 哈哈 就是那个 鸡腰子 这 这一锅汤有点苦了 哈哈 这一锅汤真的 这个 这个 真猛 哈哈哈哈 没有,那今天回龙岩这么多海贱吃了 嗯 这都是鲜活的 嗯,品质很高 这边有这么大的虾 哎,咱那虾都是活的 兄弟们 看这个虾有多大 这里的虾也是 个头 超级大 嗯 哇 哇 哇,这太过瘾了 哇,这个这么大的虾太爽了 一起拍嘛 嗯 嗯 嗯 吃虾不叫我是吧 嗯 哈哈 真的爽的虾吃的 嗯,这个虾是我专门挑的 哦 我去 嗯 你看这个名虾的个头也相当大 我去 咱上我的蜜食蛋酱 我不喝葛乐 啊 太多瘾了 鸡瓜汁 鸡瓜汁也不喝 你也赔钱货 你们呢 吃住他 嗯 他卖的外面也喝葛乐 这个真的嫩哎 嗯 比那螺丝虾还好吃 嗯 主要是他又大 这只虾哈 在市场上卖得卖七八十一斤 对 各头各大 我的这锅王炸好了 来补一下 哈哈 你自己补吧 哈哈 我吃点螃蟹就好了 螃蟹给你 他吸收了我这一锅的精华 你是我这两个 哈哈哈 假鱼 蜡鱼 鱼鱼 鱼鱼鱼鱼鱼的 哎 生蚝 你这一锅太炸了 嘿嘿嘿 吃完满大鞭炮 哈哈 鸡腰子我很喜欢吃 コロ im l 被养的鸡拿去腌的时候才能吃上这个 我小的时候喜欢吃猪腰的 因为家里被养的猪多 吃的比较平凡 螃蟹很大 再来个钳子 自助餐厅都开始放过年就搁起来知道吧 我们看看这里面的肉 就跟我的才华一样一肚子都是 你笑那么开心干嘛 好好吃个猪腹 非得要说这种话 我说 这就大半年基本上没怎么吃海鲜 回来一家吃过一样 柳州没海鲜吃 不多 柳州北海那边不是有那么多海 北海还有点远呢 柳州都吃螺子本 还别说真好吃 螺子本好吃 你们看看这个螃蟹有多少肉 这很滑走 这家店那个海鲜 它现在价格变贵了 但是海鲜确实多 鲜活的海鲜也多 我觉得还是蛮值的 喜欢吃海鲜的朋友确实可以来尝一下 因为这个歌不太好听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